嗨,大家好,我是Sofie 真的是惊喜天天有啊 就在三周前呢,我还在抱怨我的两株 每周都懒,从来没有看见过花 今天早上呢,我发现其中的一株 其实花芽呢,已经很大了 只是我一直把它当成一片叶子 我剥开那个叶子呢,已经能看到花梗了 这两株每周都懒呢,在我手里一年多了 一直水培,一直都没有看到过花 在一周半前的样子吧 我把它们装到了水苔里 因为我在想呢,既然长得枝繁叶茂 根也很好,为什么没有花 是不是需要给它换一个生活环境呢 所以在一周半前呢,我给它们换成了水苔 事实上,其实那时候呢,已经有花芽了 只是我没有意识到它是花芽而已 不过呢,换成水苔也好 工作量呢,会相对小一些 不用换瓶,不用换水洗瓶什么的 这两株都懒的名字呢,我有一点混淆 不知道哪一株是哪一株 其中的一株呢,是 Fragmipedium chaldatum 另外的一株呢,是 Fragmipedium shroderate Fragmipedium shroderate 这两株呢,我不太能分清楚 哪一株是哪一株 不过无论如何呢,我都非常的期待 其中的一株呢,这个 Caldatum还有那个非常非常非常长的 两个长花瓣 据说呢,可以有长达一米 它的颜色呢,偏绿 另外一株呢,是 花瓣呢,也稍微长一点 是那个,有一点纽 Twisted,是红色的 不知道它们哪一株是哪一株 但是呢,无论如何 它们都是 一个大惊喜 一个令我非常开心的事情 在我的手里呢 这是第一次看到 美洲兜兰要有花了 过去的三个月呢 它们一直在我室外的南窗 阳光呢,非常好 直射阳光呢 至少应该在四个小时以上 你看它们的叶片呢 现在都有一点发黄 而且呢,完全的没有晒伤 它们对美洲兜兰呢 对光照的需求呢 可以达到卡特兰的光照 强光照 这一点呢,和亚洲兜兰呢 有许多不同 它们对水分的要求呢 非常的高 水培或者是水苔 都是很好的选择 对肥料的需求呢 就不算高 不过呢 因为我既然已经看到花苞了呢 我要给它施一点小小的醋花肥 呃,只一点点吧 因为我不想节外生枝 呃,这就是我今天早上发现的一个惊喜 祝大家周末愉快 如果你喜欢我的video呢 请你点赞 如果你希望看到我更多的video呢 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 谢谢